哈喽动感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在烈火英雄当中 你所扮演的正式这个角色 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在性格上有重叠的部分吗 有一些吧 就比如说他在做俯卧称的时候 被队长罚了 然后做俯卧称以后还真的不开心这样的 就是有很多怨言 就是可能我小时候 被老师啊 罚了以后啊 不服不开心 就这种感觉会有些像 在腿没有受伤之前打球最秀 好了 考我台词课了 这是作为一个电台DJ必备的口挑能力 老龙脑怒 闹老龙 老龙脑怒 闹老老龙 闹怒老脑 闹更怒 闹闹怒 闹怒 闹怕农 闹色 闹耐 ak 闹 闹